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 它一定 香意 水分也很少 比较适合用来做我们今天这道菜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炒的 蒸的和麻糬类的 但这种它是炖肉比较好 对 因为它口感比较细腻 我们这菜有一个特点叫做一鲜 一鲜就是我们的鲜虾 一鲜就是它辣 这个两个搭配起来还是营养丰富的 因为这个虾是优质蛋白 这个芋头里面有优质的淀粉 尤其在秋天 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像芋头 南瓜和山药这些 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那我得先把这个处理一下 首先咱们把这个大的芋头去皮 小芋头去皮的时候容易就能让手 对 好不好 没错 它那个粘液很容易刺手 要不然您就戴上手套来弄 要不然万一不小心沾到手上 就用牛奶和醋 或者是您把它洗干净 然后拿上几刀上锅蒸 带着皮蒸 就特别香 因为我们这个芋头在做之前 还有一道蒸的过程 咱们一会儿要把它给切成薄片 千万别太厚 我觉得您看这有多少 有个 这有半厘米 半厘米 其实更薄也行 能够缩短它这个蒸的时间 还能够节省一些火 好 这芋头片切好了 之后您把它放到锅里 好 大概蒸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 趁着这个十分钟 我们把这个虾处理一下 咱们先把这虾 切成大的碎块 大碎块 一会儿剁小碎块的时候 放入一些姜末 还有料酒 咱们一起剁 这样的话能够把它 这个清味都去除掉 这姜也不用太多 有个这么四五片 好 剁好了之后 放入一个大碗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芋头 还没有蒸好 然后我们再往这个虾熔里面 加一点盐 稍微腌一会儿 大概腌制个三四分钟 你看看来 这芋头已经蒸好了 刚刚是白色的 现在变成这个微微的紫色 把这火关了 我们趁热 把这个芋头倒到案板上 因为这个芋头蒸完了 它还是有点滑 如果这样剁 它会容易在案板上移动 过得太细 会破坏它里面的纤维 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对 把它稍微碾的 碎一点之后 咱们再稍微剁两道 刚刚腌制这个虾的时候 已经放过盐了 咱们现在就不放了 好不好 这个芋头压成仪之后 和我们这个虾熔 就把它给混合 然后您把它给搅拌均匀了 来 这也是力气活 也是力气活 我们的一个方向 好 搅拌劲 上进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鲜香味 铺鼻 真是遗憾 现在这些观众朋友闻不到 其实我们满厨房 都会遇到香味 现在已经搅拌均匀了 我们把准备好的这个邓面 一点一点的倒进来 来 您还是往一个方向搅拌 因为我们要做饼 对 要把它打上劲 如果您家里面没有邓面 用这个普通的土豆淀粉 也是可以的 但是量别太少 否则一会儿烙的时候 它不太容易成形 自从我煮这个今天也是以后 这地理变得特别大 我再来讲 做小饼的时候 我有一个困惑 是容易粘手 尤其是做这种淀粉类的 对 您把手涂点油不就完了 好 我们涂点油 然后再拍它不就不粘了吗 然后咱们比如说拍好的小饼 您是没入过之前 是放在案板上还是碰在盘子里 在这上面也薄薄图一层油 您大概就弄这么一小球的鲜虾芋头馅 然后先把它压结实 然后再拍成一个小饼 别太厚 要不然煎的时间太长 这个特别简单 简单 这个馅做好了之后 除了可以煎这种饼 还能干嘛 吃个烧麦 北京的这烧麦馆 它这个馅就有这种 有这个山虾芋头馅 比如说蒸饺子 蒸包子都可以做馅 做饭这个事就是这样 相互给一点受点 然后就可以把花样翻轻了 好 我们先做六个 先做六个 我们在煎这个饼的时候 小火吗 改成小火 对 放进去之后 不用煎的时间特别长 有点刺刺的 对 因为这个芋头 刚刚是咱们已经蒸好的 而这个鲜虾 无论怎么做 它只要预热 就特别容易熟 煎的时间长 反而不好 因为这虾 它这个会变得比较硬 影响咱们这个饼的口感 一面变成那个 一面一硬了 变成这个金黄色 再翻一面就行了 不要反复反复的这样烙 是 否则它两面就特别硬 到冰鸭饼的时候 我把这个刀菜的料汁调出来 料汁 赶快看它怎么调 我这先干出 把这个姜切成末 怎么样了 好 冲了 就金黄色了已经 对 很香 没关系 翻这盒轻轻的不要给它翻散 多漂亮 我不跟你聊了 我得赶紧放我这料汁 这个姜末切好了之后 倒入这个碗里面 然后再加一点醋 还加醋 对 有醋 糖 一点盐 别太多 别太多 因为这里可以加过了 对 搅拌均匀了之后 就等于那个鲜虾饼出锅了 可以了 多好 非常好了 多好 如果这个一次烙得多呢 可以把这大盘 鲜虾芋头饼呢 就做好了 还配上这个酸甜的这个蘸汁啊 味道别特别特别特了 一鲜一香 营养在这儿非常充足 可不是吗 那还要感谢我们北京的热心观众 崔阿姨 对 今天这个菜股 那么这是今天的其他的阿姨 其他的叔叔 其他的大哥大姐 有什么厨房小绝技 小窍门 赶快跟我们联系 我就把您的拿手好菜 在这里推荐给全国的观众 明天早上 中央正台一套节目 8点30分 平行五十五点三 再见 明天见 一鲜一香芋头鲜虾饼就做好了 芋头蒸熟之后碾碎 与虾容混合 加料酒浆 去腥之后呢 做成小饼 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明天将给大家奉献一道秘制鲁鱼 想知道做清蒸鱼 怎么样才能做得鲜嫩吗 那么明天的这道清蒸鱼 可不能错过 这个过程可是有六个小秘诀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